詞曲 李宗盛 創作對我們來說就是都是喜歡的事情 可是創作久了之後還是會疲乏 那在這個疲乏過程當中要怎麼調適自己 我覺得寫生就是起到一個這樣的作用 在學生時期組成一個畫派 或者是說就是把一群人拉攏起來做這件事情 好像也不是一個太困難的事情 那在東部我覺得我們有這樣的資源 有這樣的條件 那不如就嘗試看看 把一群人都在一起 畫圖對我來說 就像是平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 就像我自己如果我平常沒有試作 或者沒有圖刻的話 我自己就會嫌到我覺得好像快瘋掉 沒辦法停止去動筆這一件事情 寫聲就有點像是調適的感覺 它讓你能夠維持一個喜歡的狀態 去做一個單純自己喜歡的東西 寫聲它就是像紀錄畫面一樣嘛 可是它跟照片的感覺是不太一樣 因為照片它是一刹那那一秒 可是寫聲可能你會拉到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其實這兩個三小時你對這個景的一些 你自己跟它的一些對話 跟你自己畫圖的時候的一些心情上的轉 大家原本就在這個地方畫畫 然後可能就約說 那我們去寫聲怎麼樣去曬個太陽啊 去外面走一走啊 對啊因為大家畢竟是怎麼說 都還是蠻工作狂的吧我覺得 自己去的時候就是沒有其他人的干擾嘛 你可能就是專注在自己身上 可是跟其他人去的時候差別是在說 可能你自己去你的故事你就只能自己講 可是如果是大家一起去那個故事就是屬於大家的 就是當這個事情一提出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很有想法每個人都很有共鳴 對就是一個愉快的會議 每個人的心境或者是看出去的角度觀點 絕對是不一樣的 所以很自然畫出來的就是都有每個人獨特的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蠻喜歡接近大自然的 然後對我來說就是走入大自然去寫聲 是一件很自在的事情 以前去購哉我也寫聲 然後可能就會有一些路人來跟我們搭話 然後在搭話的過程當中也會變成我們自己的故事 這樣的故事其實很有趣啊 然後也會變成我們自己的一部分 寫聲是 我會把它當作是 就是假設創作是在種一棵樹好了 我覺得寫聲就是那個水 就是你需要不斷地灌溉那個陽分 然後讓你的創作得到一些調劑啊 得到一些滋潤你才有辦法 就是 對最後把那個樹長成長起來 我覺得當你喜歡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不會有一種使命感 就是你不會覺得說 我非得要怎麼樣 非得要怎麼樣不可 因為你就是喜歡它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的持續 相較起一些理想啊 夢想會來得容易很多 因為當你喜歡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沒有 沒有一個 沒有說一定要把它持續下去 也沒有說一定要現在就要停下來 你就是 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